北韓內閣總理崔永林週一抵達北京 進行為期五日的友好訪問 崔永林計劃與包括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 與總理溫家寶在內的中國最高官員會晤 有關會議的議程還沒有公佈 北韓越來越依賴中國的貿易和經濟援助 兩國最近同意在共同邊界上設立開發區 中國支持北韓尋求重啟有關北韓核項目問題的六方會談 北韓和南韓核問題特使上星期就此問題進行了會晤